眼前机器的旋转模式 大家是否熟悉 这个其貌不扬的圆球 大家有认识的吗 在液体的冲刷下 每个圆球发生着巨大变化 成盘的轴承钢 在机器上缓慢地移动着 有条不稳 并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运作 这便是滚住的核心材料 一根根金属 在调制机的运转下 变得异常笔直 对于轴承的制造 想必大家都熟悉 今天将带大家了解点不一样的 那就是轴承滚住制造 经过一系列的拉直加工后 开始下一个环节 材料冷队 在此环节中主要目的 是将金属钢切割成大小一样的尺寸 并且将其冷队改变原始形状 看得出机器化模式速度很快 可以使每分钟制作上百个圆珠 也就是在这一步 金属钢被改变成滚珠初始形态 随着批量切割冷队的加工方式 一个个圆珠从机器中分离掉落 但到这里也仅仅是一个半成品 可以看出圆珠两端还保持在平面状态 表面的印记正是冷队时接触面 在液体的冲刷下滚珠快速地移动着 接下来的环节便是初次加工 机器是以一进一出的方向运作 右侧是半成品圆珠进去的方向 左侧则为初次加工后的出口 眼前的机器则用于加工滚珠 机器两侧接触面分别留有一条条凹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不同之处 两端的接触面的颜色不同以及运作方式 下面让我们详细了解机器运作方式 通过视频可以看出随着机器闭合 位于凹槽处的圆球也在旋转移动 由于紧闭贴合 所以滚珠会在机器内全方位抛光研磨 通过眼前的演示图可以看得更为详细 在机器内是呈旋转推进方式前进 一边移动一边旋转研磨 机器旋转带动滚珠移动 在接下来的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得更为仔细 两侧圆盘旋转移动研磨内部滚珠 随着研磨完成一粒粒滚珠从中分离 可以看得出相比之前半成品色泽更加明亮 表面整体光亮度更高了 这一点在半成品与成品对比途中很容易发现 不得不说机器确实令公式效益得到显著提升 每分钟乘百上千的滚珠被机器高速加工完成 一粒粒光亮的金属被制作成为轴承 发往世界各地成为机器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很难想象这些光亮的滚珠是通过轴承钢所制造 随着批量滚珠完成 接下来到了组装环节 依旧是机器操作安装滚珠 首先映入眼前的是轴承外圈 与手工安装类似 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 将一端使用机器加紧固定住 之后通过机器依次投入滚珠 再放入一定数量的滚珠之后 接下来就是整个环节的精彩之处了 大家可以仔细观看 使用机器将轴承更加固定 之后将滚珠推移至合适位置固定比例 以上就是滚珠的整个制造过程 可以说很是详细 相比轴承外圈制造滚珠工艺并不复杂 基本上整个环节并不需要过多操作 这里是田间农人小妞 感谢观看